陈氏泉亦世代家传 陈小旺就是在这样的武林世家人文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虽然如今他是世界文明的国际太极拳大师 但他青少年时期也下地种过田 还做过木工 干木工是为了是接着体力下的木工很深井 捅着世界大学 只要一干木工呢 还比他干农夫汉回井 陈小旺那时候做木工活 乡亲们只管他吃饭 不付他工钱 这个毕业就糟了 都我就给他干了 晚上把小伯的给他休息吧 小厨给他休息吧 累得我真是没办法 去连续那边太累了 休息吧不干我床上烫 一烫就天天明了 然后就坐那天天坐那天坐 静下来以后再起来连 连续吃力多 本来没有去 以你你多穿几双鞋 后来我那个不是光着卷的 所以自己给自己顶人物 敢提的劳动再重 尤其在这个 后来在这个 赶网友 掏转掏网 那中提的劳动 到业里 小王都过去列车了 第九八零年 陈小旺终于调入河南省体委 专职从事武术训练和教训工作 从那时开始 陈小旺在中国舞台上名声缺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